今天要討論的主題是跟時間有關的概念 在小學的階段數學科當中會有很多個單元是跟時間這個主題息息相關的 我們先看這一個版面 首先在時間相關的概念當中 我們會很常運用了解時鐘的整個組織架構來讓我們去探討說時間的流動是怎麼樣的情況 那當然我們也會看到日常生活當中什麼時候會看到時間呢 包含了這個電子手錶 我們會直接看到現在是幾點幾分 或者是跟時鐘很類似的 就是用刻度的方式去表示時間有短幀跟長幀 再讓我們去辨別說現在到底是幾點幾分 那也有人會說哎呀幹嘛這麼麻煩 其實手機上就會有時間的顯示啦 這也沒有錯 現在很多人都習慣是用手機來看時間 反而是不戴手錶的 那我們會回過頭來想說 時間這個觀念為什麼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呢 從古代從古代開始其實最早最早是沒有時間的觀念 但是我們以前是怎麼樣辨別時間呢 就是透過了最早最早是透過了太陽 好太陽從海邊面上升起之後呢 我們就會發現哇天亮了 天亮了呢 古代的人就開始工作囉 工作了一直工作到哇中午了 太陽在正頭頂的時候 我們知道現在是中午 那大家就會休息吃飯 那到了太陽慢慢下山到黃昏的時候呢 哦就準備要休息囉 到晚上天黑的時候 以前的人是不工作的 那這樣子我們透過太陽的升起啊 到落下降太陽上山下山的過程呢 就經過了我們所謂一天的時間 古代呢是用太陽在辨別時間的 那慢慢隨著科技的進步 科技的進步以後呢 就會發現說 欸其實大家都希望透過工作 哦盡量的生產更多的東西 所以到了晚上呢 有燈發明之後晚上也會工作 那大家為了區別的時間呢 就慢慢的會有很多計時的工具跑出來啦 包含了最早的時鐘 還有所謂的懷錶 這邊呢和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最早最早以前呢 手錶並不是最先發明的哦 最早的時候呢是懷錶最先發明的 就是像一個小小的 小小的像時鐘一樣的東西 然後有一個鏈子是可以掛在身上的 就是所謂的懷錶 那懷錶發明了一陣子之後呢 才發明了手錶 那為什麼會發明手錶呢 是因為以前打仗的時候呢 有些人啊都會開飛機 在飛機上他也是需要注意 現在是幾點幾分 可能我們要進行攻擊 所以當飛行員很難在天空中 邊開飛機邊看時間的時候呢 就有人設計了手錶 讓飛行員佩戴在手上 哇就很方便了 我就可以立刻邊開飛機邊看時間囉 所以這就是手錶最早的發明 那今天我們要讓大家了解時間的流動 我們可以用很多的方式包含了去認識時鐘 包含了去認識時鐘 我們可以透過認識時鐘呢 來了解說我們怎麼樣去計算時間 還有時間的流動是什麼樣的情況 所以我們先來看看這一個時鐘 大家會看到有兩根針 甚至有些呢 幾乎一大部分的時鐘都會有一根很細很長的針 我們在這邊先稍微和大家介紹一下 紅色的這一根針呢 我們通常呢就稱作它是短針 短針呢也稱作它是時針 好大家要特別注意喔 短針就是時針 那藍色的這根針呢 它就會是我們所謂的長針 好相對於短針而言 它是長針 那也就是所謂的分針 好那接下來大家如果對於這樣還不是很理解的話 我們等一下會有進一步的介紹 好那這一根長長細細的呢 它是走得非常快 它走的方式就會是像我們這樣計數 例如說 大概是這樣子的 轉動的過程 我們稱這根針呢 就叫做是秒針 好秒針 所以這是時鐘上面三根針 最基本的三根針 那在面盤的刻度上呢 會從一開始 這個鐘是比較簡略的 等一下我們會有更詳細的鐘 不過至少會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到十二這幾個刻度 好那我們來說 那這些刻度是怎麼樣在做呈現的呢 我們來看看一個比較詳細的鐘 如果說一樣是有長針短針的情況下 我們來幫它做一些標記 從一到十二的刻度 我們這邊會告訴大家 十二到一這個中間呢 會有五格 所以這邊我們畫一下 我們用一個比較明顯的筆 來做一個標記 來 一二三四 總共有五格 我們來數數看 一二三四五 所以大家要注意喔 每一個格子 例如說十二到一中間 我們會有五格 一到二之間也會有五格 二到三之間也會有五格 大家可以回家看看自己家裡的時鐘 是不是這樣子在呈現的 所以整個時鐘會有幾格呢 我們這邊我們來數數看 這邊是五格 這邊也是五格 每一個 數字跟數字之間都是五格 所以我們把它全部 標出來 如果有這麼多個五的話 我們當然可以用加的 大家一開始不理解的話 我們都用加的 五加上五加上 總共幾個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有十二個五 加了十二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七次 八次 九次 十次 十一次 十二次 好 那這邊我們可以把它做一個簡化 兩個五 我們知道它是十 好 我們做一個簡化 所以總共呢 那時鐘上的小格刻度呢 會有幾格呢 就是十加十加十 再加十再加十 所以總共是六十格 好 總共是六十小格 大家可以回家觀察一下 所以今天我們先和大家介紹的 就是說 整個時鐘我們必須注意 它會有一到十二這幾個刻度 每一個刻度跟刻度之間有五個小格 然後呢 有一根針比較粗 但比較短的叫做短針 也叫做時針 比較長的呢 是分針 也叫長針 當然還有一根細細長長的 是秒針 這個就是時鐘基本的概念哦 總共是一根細細長的 感谢观看